另外来看的就是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旗下的AMC电影公司 25号以12亿美元成功并购全球排名第四的一家电影公司 全球华人首富王健林所有的AMC集团 有将近400家的连锁戏院 而这一次并购又新增了274家 总数达到635家 现在成了全球最大的连锁戏院 但是市场似乎并不看好 而这次并购案两家公司的股票 一个星期之内都掉了一个百分点 并购案预计将在年底完成